中国武当山六百年历史的玄天上帝神尊 日前上午立临吉吉镇武昌宫 以明朝永乐皇帝出巡的阵仗 盛大举办绕境祈福活动 这次出巡吉吉镇武昌宫的场面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许多各地有庙 善男信女也一起参与 接驾绕境 这次来参加也是因为武当山的 过来台湾巡境 我们金门算前两年武当山有过去 我们金门北正庙 我们这次等于说 也是跟着来巡安顾驾的 这次有幽影 他邀请我们共同参加 大陆两方会议 我们派完参加 我们来到差不多140人 来这里共同共産胜举 因为丹主委 我们这个丹主委 跟我们洪原武昌山 非常幸福 我们兄弟啊 中国武当山特别选在今年农历润九月 来台举办神尊出巡 辟佑乡里的绕境活动 一共有200名道士参与 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复表示 为了办此活动 武当山共筹备了十年的时间 武当山在从600年前的炫天上级 来台 不太理发出来 是经过了十年时间的筹备 也是 台湾报道 光大行众盼望 以旧的一个愿望 一个期盼 这一年的论九月呢 我们的正九月九在武当山做红法的大法会 论九月九在我们夏营上帝庙做法会 那在下一次的论九月是182年以后 所以在座的大家都很有福报 能够参加这个两岸圣大的道教活动 台湾的道教信仰多半从中国传入 因此中国道教可说是台湾的先祖 期盼透过这次的宗教文化交流 不仅能保佑四敬平安 也能带动地方观光的发展 民意新闻洪家宴 集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